欢迎您来到生活探秘节目,今天咱们继续探秘汉字,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有趣的故事。 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这个字啊,那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,周恩来的这个周字。 因为周姓里边出了这么一位伟人呢,那么这个姓啊,就更加广为人质。 但是这个字的本意啊,您可是未必了解啊,说这个周字是一个古老的象形字啊,甲骨文的这个小方格,像什么?像一块块农田。 这个小方格里这个小点表示什么?表示水到和苗的这个形态。 这么写的这个周字啊,是表示什么呢?表示周朝迁徙到齐山以前,啊,周地啊,是以种植农田为主的这么一个含义。 金文,周,啊,它的本意就是指农田。 因为周朝啊,发源于今天的陕西省齐山县一带。 这里呢,是农田种植和农业生产比较发达的地区。 公元前十一世纪,周五王灭伤之后,建立了西周。 周朝呢,又是以农业新国的朝代,啊,所以呢,就以周作为国名了。 周字啊,最初的含义呢,指的就是农田。 嘿嘿嘿,你明白了吗?啊,那么经过发展以后啊,啊,就有了,啊,加上了口的这个周字了。 啊,就表示用口多问,咱们办事呢,就会周全。 周字的含义是很多的呀,啊,但是基本含义为周围环绕曲折等等。 可是这些基本含义啊,啊,又都是从农田疆界的这个意义里引申出来的。 哎,说古时候就有周游列国的这个成语啊,啊,相当于现今人们周游世界的这个梦想吧。 啊,周游列国呢,是出自这样一个故事。 春秋时期啊,孔子带领他的学生们到各诸侯国去游学,希望得到重用,以便推行儒侠的政治主张。 但是那个时候呢,诸侯国的国君们想的,啊,可不是这个呀,啊,想的都是如何打败别的国家,扩大自己的地盘啊,啊,所以对孔子的主张不感兴趣。 啊,孔子他们常常是受到冷遇的,啊,有这么一回啊,孔子跟弟子走散了,啊,孔子待在东门旁边,那儿发着呆呢。 子公问郑国人,啊,有没有见到孔子啊,郑国人就说了,说东门边有个老头子,哼,像一只丧家之犬在那儿发呆呢,可能那就是孔子吧。 啊,鲁埃公二年,啊,孔子已经五十九岁了,这年他离开魏国,经曹宋正到达了陈国,在陈国住了三年,吴国呢,开始攻陈了,啊,兵荒马乱的,孔子就带着弟子离开了。 啊,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的这个地方呢,就派人去迎接孔子,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不同的意见,啊,就怕这个孔子啊,到了楚国被重用了,就对他们是不利的,啊,于是就派扶劳役的人呢,把孔子师徒啊,就给围困住了,围困在半道了。 啊,这个地方是前不招村后不招店啊,所带的这个粮食也吃完了,啊,断粮七天,那么最后呢,还是子贡找到了楚国人,啊,楚国呢,就派兵迎接孔子,这样孔子师徒才被免于饿死啊。 啊,孔子六十四岁的时候才又回到了魏国,啊,六十八岁,在他的弟子染囚的努力下被迎回了鲁国,但是怎么样,哎,仍然是被静而不用。 哎呀,所以说这个孔子周幽列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,哎,这是这么一段历史,哎,咱们接着说这个字啊,说文解字是这么说的,周,密也,啊,意思就是说,周字就是周密的意思,周密就是周到细密,啊,比如说计划周密,或者说,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亲密。 当周字,当周到讲的时候,啊,有一个俗语用的是恰到好处啊,啊,就是三个臭皮匠,顶个诸葛亮,啊,就是说啊,三个人的想法加在一块,那比较容易想的周到,啊,只要想周到了,啊,就可以等同甚至是超越诸葛亮的聪明才智。 那么这个典故的背后啊,还有这么一个故事,啊,话说有这么一天,诸葛亮到东吴做客,为孙权啊,设计了一尊鲍恩寺塔。 啊,其实呢,这是诸葛亮的东吴,啊,看看这个东吴啊,你有没有人能造这个塔,哎呀,这个包塔的要求高啊,啊,啊,但是顶上的这个铜葫芦就有五丈高,四千多斤重啊,啊。 果然,孙权给拦住了,啊,急得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,后来终于找到了工匠,但是怎么样,缺少做铜葫芦模型的人,就在这个城门上贴起了招牵绑啊。 结果怎么样,时隔一个月,仍然是一点下文没有,这城门口,可巧啊,有这么三个摆摊的皮静,啊,这仨人是遍目丑陋,目不识丁,大家都称他们是臭皮静,他们听说这个诸葛亮在寻东吴人的开心,心里不服气啊,啊,就凑得一会儿商量了,啊,他们足足花了三天三夜的功夫, 终于啊,用剪斜样的这个办法,剪出了这个葫芦的样子,啊,然后呢,啊,再用牛皮开料,硬是他们一锥子,一锥子,缝成了一个大葫芦的模型,啊,在浇铜水的时候,先把这个皮葫芦埋在沙子里边,啊,这一招果然是一举成功了。 诸葛亮得到铜葫芦交好了这个消息,立刻向孙权告辞,嘿嘿,从此,再也不敢小看东吴了,啊,那么三个臭皮匠,胜过诸葛亮的这个故事,啊,就这样成了一个寓意深刻的谚语了,啊, 这句俗语的意思就是说,啊,三个普通人的智慧合起来,啊,就能顶一个诸葛亮,那么其实呢,呃,臭皮匠和诸葛亮,是,是,是没有丝毫联系的,啊,呃,皮匠,实际上是什么? 啊,是,是,皮匠的谐音,啊,这个皮匠跟那个皮匠不一样,啊,这个皮,就是左边的一个一字边,右边一个卑微的卑字,啊,匠,是什么,将军,啊,皮匠,在古代,啊,是,啊,副匠的这个意思,啊,那么这句俗语的意思是什么呢? 啊,三个副匠的智慧合起来,能顶一个诸葛亮,啊,那么后来流传的过程中,人们把那个皮匠说成了,啊,缝鞋的这个皮匠,啊,啊,好了,说到这儿,咱们来休息一会儿,啊,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,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十分有名,啊,而且他姓周,哈哈,谁啊,周杰伦,啊,咱们一块来欣赏, 周杰伦的青花词,啊,稍后咱们接着来聊这个周字,好,欢迎继续收听《生活探历》,咱们接着来聊这个周字,啊, 啊,《论语》中啊,是这么说的,啊,紫月,君子周而不比,小人比而不周,这什么意思啊?啊,孔子是这么说的,说这个君子处事啊,与方方面面都非常的周全,啊, 但是不会去相互比较的,小人处事,啊,是相互比较,但是却不周全,哎,为什么会有以上的这种差别呢? 哎,原因很简单,那就是君子与小人的根本区别,就在于啊,有没有中心思想,啊,换句话说就是处事的时候,用的心不一样,啊,或者叫做呀,处理事物的时候啊,出发点不一样, 啊,用心的不同,啊,乃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灵,啊,一个人有没有思想啊,就看处理事物的标准啊,是源于人的内心,还是来至于外部,啊,怎样才是建立了人的内心标准呢? 啊,紫月,君子一以为之,离一行之,啊,君子有了思想,那么,行乎所当行,止乎所当止,啊,这都是自己心中可知的,那么没有自己思想的人,其所行所止,就都得靠外部提供参考了,哎,这还是有很大的, 区别的,说君子周而不比,什么意思啊,就说君子啊,与人的交往的依据,啊,是按照社会上人人都认可的公义而行的,啊,就是该干嘛,干嘛,啊,所以不会预理啊,方方面面,都会显得非常的周全,那么其中呢,没有出现相互比较的这种成分, 那么小人比而不周呢,小人呢,以外在的东西做标准做参照,并且呢,主要以利来衡量,啊,所以必然要攀比啊,你得的多了,我得的不如你多,啊,可你做的还不如我多,你看,都是在不停的比,是吧, 其行事实,它不是按照义,啊,不按该语不该,按什么,啊,而按利的多少,那么如此这般,怎么可能有周全呢,是不是啊, 是啊,那么这里的周字呢,啊,还指合群,啊,笔呢,是指勾结,简短的来概括呢,君子合群,但是呢,不与他人勾结,那小人勾结他人,却不合群,听起来有点绕,但是您,您仔细的琢磨啊,非常有道理, 诗经,小雅,陆鸣,这首诗里啊,有两句是这么唱的,人之为我,是我周行,啊,也就是说呀,你看他们对我这么好,指我大路好方向,啊,这里的周行的周字啊,含有大路和方向的意思, 那么周字,那么周字,还有路旁,或者路的左边,右边的,这么一种含义,啊,诗经,唐风,在这个里边有两句,是这样的, 有福之度,生于道周,啊,意思就是说呀,啊,古独的杜梨树啊,生在道路的旁边,啊,生于道周的这个周字, 那么在这里就含有方位的意思,啊,这棵杜梨树,也可以说,它生在道路的左边,或者是右边, 这个周字,在经济上,啊,还有援助和救济的,这样的含义了,啊,诗经,大雅,云汉,天中,就唱到了, 迷人不周,无无不能止,啊,意思就是说呀,人人祭祀出大力,没人停下去休息,啊,这里主要是歌颂周宣王, 幽民救灾之情,啊,这里,迷人不周的这个周字,啊,就含有, 救助出力的,这么一个意思, 说这个周字,最早, 还和周传的这个周字是相通的,啊, 春秋适语里就有啊, 刘桓公,与蔡夫人, 丙周,夫人, 汤周,啊,那么这里边, 丙周,就是乘坐小周, 汤周,就是荡周,啊,就像今天, 咱们在湖面上,划船,是一样的, 三国时期,啊, 卫国阮吉的, 永怀诗中,啊,就有这样的诗句,啊, 周周而咸语, 穷穷, 一几几, 啊,意思就是说呀, 周周这种鸟, 喝水的时候,还想到用嘴咸着羽毛, 就是那些蟋蟀蝗虫, 也会想念着饥饿呀, 这里周周,啊, 指的就是周鸟, 那么中国还有句成语, 叫做周而复始, 啊,也就是说转了一圈之后啊, 要从头开始了, 指的就是一次一次的循环往复, 那么这里的这个周字呢, 就是旋转了一圈的意思, 周而复始, 还可以指季节的春夏秋冬, 植物的生长荣酷, 周而复始年年如此, 白巨蝗的一首诗是这么写到的, 离离圆上草, 一碎一枯蓉, 野火烧不尽, 春风吹又生, 不管野火怎么无情的焚烧, 只要春风这么一吹呀, 啊, 又是遍地的, 轻轻的野草, 啊, 极为形象生动的, 表现了野草的顽强的生命力, 诗经大雅大明篇中, 是这么唱的, 只重世任, 自比殷商, 来嫁于周, 曰贫于京, 啊, 什么意思啊, 哈, 意思就说啊, 啊, 治国的任性的姑娘哟, 从那遥远的地方, 嫁到我周邦, 在京城做新娘, 那么这一首诗, 啊, 是赞颂周王得到了好配偶, 而生下贤子贤孙, 使周天下兴旺发大, 说这个周朝啊, 是中国历史上, 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王朝, 啊, 然而呢, 最初的这个周呢, 只是古部落的名称, 呃, 周族部落的始祖, 后继啊, 原先居住在台这个地方, 啊, 就是今天陕西省的武功县, 那么传到了周族部落的领袖, 公留的时候啊, 啊, 就迁居到了滨这个地方, 啊, 也就是今天陕西省的滨县, 后来啊, 从周文王的祖父, 古宫诞父时候开始啊, 定居于周这个地方, 啊, 也就是今天, 齐山这个地区了, 那么周朝共经历了三十四王, 啊, 新国八百多年, 到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, 周南王执政的时候啊, 才被秦国所灭, 哎, 好了, 节目到这儿又要结束了, 今天呢, 咱们跟大家聊的这个字啊, 是周公的这个周字, 啊, 这个周字的最初含义啊, 是什么, 农田, 对不对, 哎, 基本的含义, 啊, 是围绕, 环绕, 曲折等等, 这个周字当动词的时候呢, 还有周密和周到的, 啊, 这么一种含义, 啊, 也有救助的意思, 当名词的时候呢, 就含有, 大陆和方向的意思, 哎, 好, 今儿个这个周字, 咱们就聊到这儿, 明儿个呢, 咱们的编辑官小松, 跟咱们一块聊聊啊, 猪红色的这个猪字, 哎, 咱们明儿个再接着聊,